美国股市在周三收盘涨跌不一 美债的收益率攀升让科技股撑压 而美联储下周会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那投资者大多预期呢 6月份会暂停加息 7月份会最后一次加息 美国4月份的贸易逆差也是继续扩大 来看一下具体的收盘情况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33,665点 涨了91点 涨幅0.27% 纳斯阿克指数收报在13,104点 跌了171点 跌幅1.29% 而标普白指数则收报在4267点 跌了16点 跌幅0.38% 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美股高位盘整周三收盘 华尔街三大股指涨跌互线 那道指是在卡德比勒 桑野米级高盛等 股价拉动之下实现了小幅上涨 标普白指数盘中一度触及4300点大关 但是随后回撤最终收跌 而纳斯阿克指数在盘中跌幅一度扩大 最终是收跌超过1% 从板块来看 标普11大板块当中 也是以通讯服务以及科技板块领跌 那美债收益率在周三的攀升 是给成长股科技股带来压力 在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逼近3.8% 而两年期则涨至4.55% 而领涨的板块主要是能源板块 在周三能源板块涨幅近2.7% 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石油的涨幅都是超过2% 市场持续消化沙特减产的消息 另外美国上周商业固存 商业原油的库存下滑的消息 也是提振了油价 布伦特原油是涨0.9%至每桶近77美元 德州新田油涨超1%至每桶73美元 除了能源股之外 地区银行股也是获得了强劲的上涨 标普地区银行指数基金是大涨超过3% 这也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实现上扬 各个公司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特斯拉收涨了1.5% 公司最新消息显示新款的Model 3和Model Y 有资格享受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 7500美元税收抵免优惠 这是提高了投资者的信心 另外传媒巨头华纳兄弟探索集团的股价 在周三是狂飙超过8% 子公司CNN的CEO离职的消息 是受到了投资者的欢迎 那么这名上任一年多的CEO 是一度引发争议 因为他未能扭转CNN糟糕的收市率 并且在几周之前还安排了 特朗普的一个直播采访活动 也是招致争议 其他资产方面我们看到 黄金期货的价格是下滑1%左右 至美昂斯1958美元 美欧汇率则是小幅下跌美元指数DXY 是收于104左右 凤凰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